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星期三 美國司法部召開新聞會 公佈了五個中國人以及兩個馬來西亞人的起訴令 以及逮捕令 五個中國人屬於中國相關組織的黑客 是一個APT41的成員 其中一個人跟中共國安部有聯繫 說真的 中共的黑客基本上全部都跟國安有聯繫 基本上他們 是黨員的身份 根據司法部發佈的文件 兩個被告在馬來西亞被捕 其餘五個被告在中國 目前仍然在逃 其中一名被告據稱與中共國家安全部有關 美國司法部指控中共黑客 這個組織 代號是APT41的五名涉嫌成員 他們均為中國居民 並具有中國國籍 分別叫做蔣立志 錢川 富強 張浩然 譚戴林 好了 五個人被指控 攻擊美國等外國的100家 受害公司 這100多家 包括軟件開發 計算機製造商 電訊提供商 社交媒體公司 視頻遊戲公司 非營利組織 大學和支付 此外 外國政府以及親民主的 政治家 香港活動人士也被中共黑客侵入 除了五個APT41成員之外 被起訴的還有兩個馬來西亞商人 這兩個人被指 與兩個中共的黑客合謀 通過針對美國和國外電子遊戲行業的電腦 入侵謀利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 對這兩個商人發出逮捕令 根據美國提出 指在引導他們的 臨時逮捕請求 馬來西亞當局在實兆院 逮捕了他們 司法部的馬來西亞政府以及 警方給予的合作和協助表示感謝 黑客行為包括入侵印度和越南政府的電腦網絡 企圖 攻擊英國網絡 司法部表示 被告 對一家致力要消除全球貧窮的非政府組織 網絡進行勒索軟件的攻擊 即是NGO 這些 未公開的起訴書 涵蓋罪行的範圍 以及複雜證 是前所未有的 司法部這樣解釋 根據司法部的文件 這些黑客在入侵行動 是為 盜竊這個原代碼 軟件代碼簽名證書 客戶的 賬戶數據 以及寶貴的商業信息 提供了便利 這些入侵行動 還為被告以及其他犯罪計劃 提供了便利 包括 勒索軟件 以及滑礦 即是 加密貨幣的滑礦 後者 是黑客組織 未經授權使用 受害者計算機滑礦 加密貨幣 即是 做黑客還要偷錢 司法部就說 除了對所有被告發出逮捕令之外 美國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 在2020年9月 還發出了扣押令 並且 扣押了幾百個帳戶 服務器 域名以及被告用來進行計算機入侵罪的 Deadjob網易 根據司法部發佈的文件 35歲的張浩然 以及35歲的 譚戴林被 25項控罪 包括共謀 電信欺詐 嚴重身份盜竊 洗錢和違反計算機欺詐和濫用法 CFAA 起訴書指控張和譚 參與了計算機黑客共謀 瞄準高科技和類似的組織 張和譚兩項共謀計算機詐騙罪最高可判處監禁五年 兩項共謀電信欺詐罪最高可判處20年監禁 5項電信欺詐罪最高可判處20年監禁 9項故意損壞受保護計算機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 4項未經授權進入保護計算機罪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 2項嚴重身份盜竊 5項電信欺詐罪最高可判處20年監禁 美國人其實很流行這些東西 一告就坐幾百年監禁 當然最終 都不會 坐那麼久 然後 報導有詳細說出他們的身份 35歲的蔣立志 39歲的前村 37歲的傅強 被指控9項罪名 包括敲詐勒索共謀 共謀違反CFAA 實質性違反CFAA 訪問設備欺詐 身份盜竊 嚴重身份盜竊和洗錢 三名被告敲詐勒索陰謀 參與 與參與的中國公司 成都市 404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跟這間公司的事務有關 他敲詐勒索的行動模式 涉及計算機入侵犯罪 這影響到美國和世界各地100多家 受害的公司 組織和個人 涉及國家 地區包括澳洲 巴西 智利 香港 印度 印尼 日本 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 新加坡 韓國 台灣 泰國 越南 很多個十幾個國家 這個叫掌立至 前村和富強 幾項控罪 最高可以判 就是判20年監禁 一系列的幾多判年 就不再讀了 另外 有兩個馬來西亞人是共犯 46歲的 王安厚 還有32歲的 林安清 也是 馬來西亞居民 並具有馬國國籍 兩人被控 23項罪名 這個也有很多罪 包括敲詐勒索 共謀 身份盜竊 嚴重身份盜竊 訪問設備詐騙 洗錢 違反CFAA 以及虛假註冊域名 兩人和不同的黑客合作 包括張浩然 和譚戴林 司法部特別感謝一些 私人的高科技企業 的網絡團隊提供幫助 美國政府日前 加大對中國黑客的打擊行為 7月21日 美國司法部起訴了兩個中國公民 涉嫌 串謀中共情報機構合謀 竊取外國有關冠狀病毒 武漢病毒的疫苗 治療 檢測的訊息 此外 他們涉及 涉嫌在全球公司 竊取價值數億美元的知識產權 起訴書內容 就是 李兆宇 董家智入了 幾百家受害公司 政府 非政府組織 異議人士 神職人員 民主和人權活動家 的電腦系統 即是計算機系統 意思就是電腦系統 他們進行網絡攻擊 在某些情況下 為了自己的個人經濟利益 而在其他情況下 即是為了中國國安部或者其他中共的政府機構 利益 起訴書指控李兆宇和董家智作為中共公安部的合同商 網絡安全公司 FireEye火眼 在19年11月發佈報告顯示 APT41 早在2012年就開始執行受中共政府支持的網絡間接任務 以及 對於這些金融機構的人侵 這些行動一直持續到現在是沒有停止的 火眼公司 2019年又發覺 這個APT41 用了一些惡意軟件 使黑客行為激增 這件事 其實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冰山一角 因為以往的中共是真是無孔不入的 尤其是在網絡方面 他們在實戰方面 肯定是 戰鬥力肯定是很弱的 但是在網絡戰 他們就一點也不弱的 甚至乎在世界的頂尖 一個中共 一個俄羅斯黑客 基本上他們的 這個 滲透的程度 基本上都可以無孔不入 而他們攻擊美國 那個頻率也是十分之高的 因為你知道他們人數多 他們集中起來可能一次過 有一兩百人一起行動 那麼他們 那個攻擊很多時候是可以成功把一些 沒有那麼強大的電腦科技的 國家或者機構攻破的 老實說 中共在這個信息戰方面 其實 也是十分之 厲害的 我們就這樣看 很多人 會被他們盜用了資料 之前 那個叫做立場新聞 經常都說不見資料 又說 那些支持者 課了金給他們的人 資料都沒有了 其實也頗不穩陣 也頗大意的 你說這個是中共的 那些間諜很厲害 還是怎麼樣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也有牽涉有人不小心 所以 現在美國方面 全力抓這些間諜 其實 是 為時未晚 比不做好 這一節我們就說到這裏了 拜拜 拜拜